我自己也不太小心 因為粉絲朋友的熱情 在過程中也沒注意 我的手臂很傷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粉碎性骨折 然後我就在醫院有經過專業醫師的處理 然後因為 不把骨折過 怎麼知道骨折真的很痛 因為在醫院的修飾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想要我補到這樣 我要跟大家說一句感謝 感謝大家對我的關懷 還有關心 謝謝大家 因為造成骨折很不方便 就是連洗澡 大小後都沒辦法幫他治理 以前我都是自己處理比較方便 現在 股折之後 手因為 這個右手是我唯一 所有活動 起居生活 跟工作 唯一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力氣 現在是想到 很嚴重 必須要靜養 大家上個網 報個影片 跟各位好朋友 謝多謝 感謝大家的關懷 拜拜 优优优独播 わ 下次見 感谢观看